杜丰的16个字回应有争议 杭德军他被撞到了骨折 那么杨明主教练他也是回应点醒了姚明 谈到这里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参加点赞 感谢大家 提到广东队的威姆斯撞伤了辽宁队的杭德军 并且过后双方还动起手来 可以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其中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作为广东队的主教练杜丰 他在赛后做出来的回应 做出来的一番点评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杜丰他的点评过程当中呢 就明确提到了威姆斯 同时呢也提到了韩勒军 然而对于杜丰啊 他做出来的表态呢 就让不少球迷感觉到 杜丰呢是有点偏向于 他目前的核心大外员威姆斯的 到底是否如此 杜丰呢他就谈到 威姆斯很敬业不是故意的 有拼近很正常 那么杜丰他这16个字的回应呢 很明显是肯定了威姆斯 他在球场上 过去的这几年来呢 作为广东队的核心外援 他是很敬业的一名球员 那么他在球场上呢打得很拼 有拼近呢是比较正常的 然而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情 没想到威姆斯他在整个 进攻的过程当中 直接手甩到了韩勒军 并且呢走击到了韩勒军 他的脸上 导致了现在呢 韩勒军是被检测了过后呢 那么正式确诊为 他的鼻梁被撞骨折了 所以说呢 韩勒军目前的情况啊 确实呢是受到伤害 最大的一名球员 并且他在过后呢 也是非常的愤怒了 韩勒军当他站起来之后呢 没有听身边队友的劝告 也没有听裁判组的一个劝告 直接走向了威姆斯 双方的动起手来 所以说呢 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能够看得出来 韩勒军呢 他确实非常的愤怒了 毕竟呢 在韩勒军看来呢 威姆斯本次的进攻呢 本次的走击 以及撞人呢 是有意而为之的 然而呢 在杜丰主教练看来呢 那么威姆斯啊 本次的撞人呢 不是故意的 另外呢 杜丰他提到 韩勒军的时候呢 也有谈到了 韩勒军作为狼狼 非常得力的国手 大中风啊 那么在球场上 也希望韩勒军 并无大碍 而杜丰的这一方 都明确的表明了 无论是威姆斯也好 他不是故意的 还有韩勒军也好呢 希望韩勒军 可以平静一下心态 可以恢复过来 伤病并无大碍 但是呢 对全程过程当中啊 大家会发现 那么首先呢 威姆斯他 发生这个撞人的动作 这个走劫的动作 确实呢 打得太拼了 在球场上呢 基本上用出了 全部的这一种拼劲 确实呢 打得很猛 打得很狠 那么整个过程呢 也导致了 韩勒军 他在俯下身子 在低下身子防守 想要去掏球的过程当中 没想到呢 因为身位 俯的比较低 也就是呢 当他蹲下来的时候呢 直接被威姆斯给撞到了 所以说呢 对这个动作呢 咱们可以从慢镜头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威姆斯呢 他并没有直接冲着 韩勒军去的 他是侧身去进攻 然而韩勒军呢 他这个防守动作呢 确实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不管怎么说呢 最终还是被威姆斯给撞到了 只能说威姆斯 他的本次进攻 本次的拼劲 出手太重了 但是对于威姆斯 是不是故意撞人 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我们从镜头来看呢 威姆斯他确实 眼光呢 是看着前方直接往前冲的 也就是从一个侧面冲过去的 看上去呢 并不是有意 想要去撞到韩勒军的 这仅仅是一个意外 也就是在杜丰看来呢 那么威姆斯过去这么敬业 一路打下来 并不是有意而为之 希望呢 杭勒军接下来 可以伤病得到恢复 可以平静一下心态的 那么大家认为呢 整个过程当中 咱们看到了 那么杭勒军 他在防守的时候呢 确实有阻挡的犯规 而威姆斯呢 也有撞人走击的犯规 双方都是有一定犯规的 然而对于威姆斯 到底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大家是怎么看呢 你觉得杜丰的这方谈话 偏向于威姆斯 以及威姆斯方面呢 到底是不是 无意才导致的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 欢迎做出你的电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分享 下期